这个男人名叫老蛋 亦为老混蛋 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刑警 恶霸警察 只要啃啃贿赂 就没有不敢干的事 如果不给的话 就想办法让你老底座穿 他还经常让自己的小情人 高带有钱人 玩仙人跳 敲诈勒索 一边戴绿帽 一边数钱 好不得意 不仅如此 为了搞到更多的钱 他还收了个神通小弟信永强 让永强帮他去偷自动取款机的钱 而老蛋作为刑警 对管区的监控系统一清二楚 所以二人合作 无往不利收获破风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脱风的墙 警戒出了这么一颗老鼠屎 内务部早就盯上了这个老混蛋 只是他过于狡猾 一直没有抓到把柄 好在老天开眼 老蛋终于露出了马脚 最近他和一座帮合作 威胁一个小老板 卖掉了老楼 准备自己搞开发 结果银行流水来往数额过大 被抓住了把柄 面对这种情况 一帅帮老大劝老蛋 干脆辞职算了 再把老楼卖掉 洗脱嫌疑 然而问题是 想卖楼他们必须得先还上 20万美金的欠款 否则鸡飞蛋打 什么都保不住 老蛋只好来到永强家 清点这几次作案的赃款 结果只有不到6万美金 还剩下十几万该怎么办 为了能解决麻烦 他决定停而走险 来到了郊外的一处私人仓库 这里是警局存放证物和赃物的地方 随便偷一些值钱的东西就行了 和往常一样 老蛋给自己和永强 各准备了一次性手机 一顺帮则跑到了供电所 让一个小弟去剪断仓库的监控线路 然后通知老蛋 老蛋再通知永强 听到震动后 永强就进仓库里实时犯罪 可万万没想到 那个吸来的小弟说自己是色盲 不知道哪根线是绿线 所以干脆就把线全给剪了 说吧还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我你妈 老大赶紧把消息告诉给了老蛋 老蛋的第一反应就是跑 乱剪监控线路 警方很可能已经收到警报了 但马上又想到了永强 想叫上他一起跑路 结果刚来到大门外 仓库里猛然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老蛋瞬间被冲击地昏死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已经身处医院 局长问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仓库 又为什么会死了一个人 老蛋为了和此事撇清关系 只能硬着头皮说去巡逻了 不管局长信不信 就是巡逻了 眼看事情有些炮收场 老蛋赶紧销毁了各种证据 将手机卡冲掉 再彻底销毁手机 而经过一整夜的灭火后 消防局没有在爆炸现场找到任何证据 这让一名检察官异常愤怒 因为仓库里有一些极其重要的资料 现在全毁了 咱们书中按表 韩国有一家世界著名的超级大企业 四星人集团 七总裁朴会长 涉嫌偷税起意八千万美元 检察院已经收集了大量的铁证 就存在那间仓库里 于是朴会长让最有力的手下 范彪彪去解决此事 这彪子专门干了一些杀人放火 见不得人的勾搭 他先将整个仓库炸掉了 然后又贿赂了一名消防员 确保里面的资料全部被烧毁 谁曾想中途碰见了永强 进来偷东西 只好杀人灭口并拿走了手机 另一边可怜的永强被烧成了干尸 手机也不见了 老大有些糊涂 但只要牵连不到自己就完事了 随即他又来到了永强家 准备拿走那六万块钱 没想到保险箱里的钱竟然不见了 老大又不明白了 是谁把钱拿走的呢 他以警察的身份 调取了小区的监控 发现早些时候 永强的女友鹰子 骑着个小摩托来到了这里 于是根据鹰子所骑的外卖摩托 老大找到了一家东北餐馆 没想到这里的老板居然认识他 他们之间还有过一段远远 大概是一年前 老板的女儿当上了见习警察 结果出意外死了 于是警方举办了葬礼 特意又准备了一套警服 而伤心的老板一心求死 光光光喝了十几瓶滴滴威 可就是死不了 原来是假货 警察赶来阻止 结果混乱中 老板用碎玻璃划伤了老大女额头 这么一来也终于冷静下来了 带着谢意和歉意 老板把老大请回家中做客 看着他女儿的遗照 老大不禁一阵触动 自己何曾不想做一个正义的好警察 可是终究败给了金钱呢 至于照片中的女孩鹰子 的确是个苦命的女娃 她从小父母双亡 唯一的奶奶也去世了 她和老板的女儿是好闺蜜 闺蜜也去世了 现在连男友永强也去世了 命太苦了 与此同时老大接到了消息 老板为罪自杀了 她留下一书承认 是自己想骗保险才烧了仓库 没想到害死的小偷 唯有以死谢罪 事已至此 警方本来可以结案了 但知道内情的消防员却坐不住了 她清楚仓库老板不是自杀 一定是四星集团在杀人灭口 那么下一个被干掉的人就是自己 于是为了保命 她主动打电话给检察官 举报仓库爆炸案 还有其他内情 但是等检察官带人找到消防员的时候 还是晚了一步 消防员已经被彪子给干掉了 那么由于证据被销毁 四星集团的总裁朴会长被无罪释放 本来这件事到这里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 有钱的坏人又一次赢了 黑警也没有受到牵连 可就在彪子准备销毁所有证据时 意外的从永祥手机里发现了一段录像 内容是二发当晚 彪子等人在仓库里安装炸弹的视频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小子手贼快 在被干掉前 已经把录像发给了两个人 一个是姓丹的刑警 另一个是女友殷子 可是当时老蛋急着销毁证据 果断地掰掉了手机 所以并不知情 毫无疑问如果视频内容暴露了 朴会长就只能汽车保帅了 让彪子一个人懒罪 所以彪子必须要处理视频的事情 来到深夜 根据英子的朋友圈 老蛋找到了他和朋友的位置 逼问他钱在哪里 没想到英子也是个狠人 不管怎么问 就是不说 老蛋老混蛋的外号也不是白给的 啪啪啪给了英子的朋友几个嘴巴 英子只好承认 钱藏在了家里 此时英子才终于得知永强已死 他十分的难受 永强一直说有个坏警察 在逼自己干坏事 就是你吧 在去往英子家拿钱时 英子突然想起那晚永强 给自己发了一段奇怪的视频 但老蛋以为他是在搞把戏 根本就不给翻背包 几个巴掌伤过去 没想到英子被打的癫痫发作 老蛋只好让英子的朋友 帮其解开手铐 没想到这次真是英子的小把戏了 突然抢过电击器 一下放倒了老蛋 随即车子撞到了路边的土堆上 殷子二人趁机逃跑了 等老蛋想要去追时 却突然接到了局长的电话 让他马上回到警察局 原来是内务部的人 在调取周围的监控时发现 案发当晚老蛋曾开车 出现在藏库附近 而且车里还有一个人 他们有理由相信 是老蛋杀害了永强 然后放火毁尸灭迹 但老蛋作为一个恶霸警察 他知道没有证据 内务部的人不敢拿他怎么样 不管怎么逼问 就是不承认 眼见死住不怕开水烫 内务部只好抬出了人证 正是一帅帮的老大 这家伙十分的讲义气 丝毫不留情面的出卖了老蛋 这下可好 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了 便在此时 负责偷税案的检察官 忽然不请自来 单独审问了老蛋 根据消防员被杀钱举报的消息 那晚是四星集团 去炸的仓库 而永强当时把视频 发给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一次性的手机 购买者兴蛋 就是你爸 蛋警官 算你走狗使运 这是个带罪立功的机会 只要把视频交出来 老蛋也不再有所隐瞒 交代了他最近手头数十点紧 所以才去仓库里偷东西 没想到出了这么大的案子 他实在太冤枉了 只是收到视频的手机 已经被他处理掉了牙 就在这时老蛋 突然想到英子所说的那段视频 永强发送的另一个人 无疑就是英子了 他答应帮检察官找到视频 然后检察官都会交换 则要替他洗脱所有罪名 咱们输舍简短 出了橘子的老蛋 已经打听 找到了英子的入所 敲门无人 破窗而入 没想到碰到了找上门来的彪子 两人不由分说就打在一起 老蛋作为恶化刑警 自然是有两下子的 哪知道彪子更是经常见神 打敌老蛋娇喘连连昏迷不醒 片刻之后 秧子也回到家中 一眼就看到了昏迷的老蛋 转身就跑 却被彪子一把拽了回来 彪子人喊话不多 抓起刀子 在老蛋的手上按了一下 准备来个杀人灭口 再嫁回个老蛋 结果老蛋突然醒来 不顾一切一个飞扑 撞着他一起坠楼 幸好只是二楼 趁着彪子恍惚 老蛋赶紧带着英子逃着摇摇 看到视频之后 老蛋震惊无比 原来怎有这件事啊 于是赶紧联络了检察官 顺便还和对方谈了个条件 敢这算不算带罪力公公啊 不仅没罪 还有升职加薪的机会吧 没想到检察官却说 还真有一工 他们正在找一个叫英子的女孩 她是一个重要的目击证人 如果能把那个女孩也带过来 她就算有功 说实话 老蛋虽然是个挺操碳的警察 但也是个警察 心里不禁有所怀疑 英子算个球的目击证人呢 但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 还是将英子也带到了约定地点 谁知等待他们的 并不是英勇光辉的执法队伍 而是四星集团的杀手们 他们抢走了英子的手机 将老蛋也打倒在地 这下老蛋才反应过来 原来检察官也被四星集团给收卖了 检察官之所以一直死咬朴会长 只是做给大众看的 说实话 这个所谓的反转 我怎么一点都不感觉意外呢 咱们之前说过 永强死前一共发了两份视频 英子这份被彪子拿到了 现在就只剩下老蛋的那份了 虽然那只手机已经被老蛋给处理了 但他面对这种情况 干脆一口咬定 自己把手机藏起来了 你们杀了我就永远拿不到手机 吸吸吸 为了让老蛋交出手机 彪子跑到了楼顶 威胁要把英子扔下去放风筝 老蛋只好答应去拿手机 但是要把英子先放了 可不能再出人命了 万万没想到 英子本来就脆弱的心灵 经受这一系列打击之后 彻底对大人的世界失望透顶 就这啊 还不如死了 说话从楼顶 跳了下去 自杀身亡 羊子从小就失去父母 被奶奶抚养长大 后来奶奶死了 好闺蜜也死了 男友也死了 说起来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确实不够好 可能他的生命中 缺少一份刻骨铭心的仇恨 如果他的成长过程中 有那么一个下围棋的老色批 他今天可能就不会死了 反而会成为副手少女 把坏人都干掉 输归正传 那一刹那老蛋 整个人都呆住了 羊子是个善良的姑娘 他故意把落点落在了车上 好触发警报救老蛋 不知怎的 老蛋的眼角湿润了 眼见女孩跳楼了 彪子也被触动了 他想赶紧把老蛋也丢下去 好陪着那个女孩一起走 反正老蛋死了 就没人知道视频在哪了 老蛋集中生智 说检察官在和自己谈条件时 内务部也在场 自己一死 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的调查 不过只要给钱 我就愿意乖乖合作 你好我好 大家好 何必再杀人呢 朴会长朴会长那是得意洋洋啊 也彻底放心了 毕竟老蛋是出了名的混蛋警察 只要给点骨头 还不就是咬尾巴的狗子啊 说着便傻了七万八千美金 乃是自己偷税的万分之一 你这条好狗啊 也就值得上这个价 至于那个叫羊子的女孩 反正也不是什么好女孩 这种社会败利 只值七毛八分钱 老蛋只听得一阵阵心脚痛 但还是装作贪财的模样 点头哈腰的收下了钱 现在的他根本没有与对方抗衡的实力啊 回到家后 他接到了东北菜馆老板的电话 原来鹰子偷走永强的钱是有原因的 想当年老板女儿在江里的尸体 是被一位潜水员打捞上来的 但那位潜水员在后续的行动中 身受重伤成了职务员 如今韩国政府已经停止 对潜水员的医疗资助 潜水员马上就是把管的下场 但前几天医院突然收到了一笔 三万美金的汇款 是鹰子打过来的 听到此话 老大的内心又被触动了 他来到了鹰子跳下去的楼顶 心中做了一个决定 这辈子至少要做一件正确的事 次日老大来到了女友的饭店 留下了一句我爱你后 便只身赶到四星集团的兽语仪式上 说要当面给朴会长手机 他被带到了休息室等待会长 随后以上搜索为由 拿出了藏起来的手枪 撕开手上的石膏 里面藏着塑料零件 组合起来便是一把3D打印手枪 然后再用力的拉便便 拉出了塞进去的几颗子弹 这就叫瞒天国海裤裆藏雷 不成想刚要展开复仇大计 彪子就带人闯了进来 原来老大啊真真是个大傻缺 人家厕所里都安装摄像头了 把他的一击一动都拍了下来 这可真是嘎了个大嘎 就这样老大又被狠狠的毒打了一顿 接着彪子吩咐手下 把老大丢进浴缸里锁上木板 准备活活憋死 但两个小弟万万没想到 浴缸里居然有塞子 老大巧用牙齿拽开了塞子 然后拽开木板 逃出成天 随后他突然跳出来 偷袭了彪子等人 可惜身手实在不行 又被人家一顿毒打 好在关键时刻 他滚到了彪子的外衣旁 抄起里面的3D手枪 抬手就是一枪 彪子顿时傻掉了 啊 为什么要用枪 随后又吃两枪 惨死在那奇异八千万里金钱之中 与此同时 朴会长正在向学生们 宣扬伟大的资本理念 总结就是007 是全人类的福报 只要你们努力干活 我一定会越来越有钱的 明年换老婆 后年换车 加油 哪知道浑人是姐弟老大 突然闯了进来 一开始朴会长还没带回事 哪位小同学前来护驾呀 直到老大一枪 逼了一个保镖之后 朴会长才顺利的跪了下来 啊 英雄不要杀我呀 钞票再多也怕菜刀啊 这次鹅霸警察 没有再给他脱身的机会 随即老大 也被人一枪击到 迷流之际 他忽然看到了一双 正在跳绳减肥的腿 诶 真白